那些想骗过自己的人 最后都怎样了呢 我坐在悬崖边上 爱的泪滴流向天际 我坐在悬崖边上 唱歌给你听 唱着长崖依依旧 我的相遇前世今生和命中注定 不远万里走到结局 我站在极光之下 唱歌给你听 自由是尽心独撞的悲剧 雨顺风雨 我爱过你 温柔属于你 星空属于你 荣耀属于你 我属于你 直到这一生惶顾 花为灰烬 灰烬 也属于你 爱的泪滴流向天际 我坐在悬崖边上 灵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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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各位道个歉 各位 因为行程安排失误 我错过了首领事开场 补一手属于你给大家 希望这个夜晚 不留遗憾 你真的来的太晚了 那也不许骂我 跑了两公里过来尽力了 你们看 妆都掉光了 感谢各位对记忆钥匙电影的支持 如果喜欢 也请大家带着亲友观看 多多宣传哦 谢谢支持 记忆钥匙手印式顺利结束 请各位老师和观众留步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大家好 我是草莓视频的实习记者 第一现场 带给你最新鲜的娱乐资讯 电影机要是手印式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散场通道 不少观众正热烈的讨论剧情 我抓到了一位帅哥 让他和大家分享下观后感 小帅哥来打个招呼吧 嗨 他好像有点害羞 你觉得记忆钥匙可以打几星呢 四星半吧 本来不挂期望 现在很意外 评价这么高 你认为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演员很贴合原著 剧本改编的还不错 我要被这个采访笑死了 怎么他随手抓的普通观众是木川啊 他还回答的一本正经 自卖自夸 木川老师说的是实话 电影确实很好看 我昨天在后台都看哭了 而且压哥说电影 时空王影评声度回响 好几个大位都发了夸夸影评 号召大家去电影院看呢 可你没看到下面的评论吗 全是问顾饭给了他们多少钱的 骂他们给烂片抬轿 那一看就是对家派来的水军 凭书里跟风骂的 根本没看过水云就是为黑而黑 说的也是 这才第一天 我不能太焦虑了 事情查清楚了 上次外国语大学女生跳河和遗书那件事 就是钥匙文化在背后推动的 明面上针对牟川 把她打成污点作者 真正目标 其实是我们手里的记忆制造者 在这个敏感时期 再加上我们和顾饭的竞争关系 大多数人会以为 这件事是兴芒做的 要是是打算借刀杀人 他们第二季度的财报惨不忍睹 还有精力做这些小动作 听说洛君泽的时空档案局 准备开播了 是 这个剧的题材还挺新颖的 平台方平级S 不过 就要是那个家庭小作坊 能做得出什么好剧 他们想蹭男女主的流量罢了 记忆制造者那边的宣传 你全权负责 恋爱咖啡屋的立项会议延迟一周 至于洛君泽 让罗西带着钥匙的资料进来 童哥 你已经在我们面前 来来去去撞了一天了 干点正事儿吧 我这不是紧张吗 来了 什么来了 记忆钥匙 玉兽票房突破一千万 玉兽一千万 这个成绩算好算坏 对于咱们这种小成本电影来说 蛮不错的 但这只是玉兽 不知道承听雨和牧川的粉丝贡献了多少 以前也有过粉丝疯狂冲玉兽 结果上映以后票房划铁路的惨案 你看 这个向益勋的粉丝 已经在广场上开始潮了 这真的是牧川编剧的吗 结局好狗血啊 我不能接受黎月飞手的理由 那么麻利苏 不传你变了 我感觉 谭警官是在安慰谢安童 黎月就是想在死之前追求一把自由 她本质就很自私 哦 所以最后谢安童就这么讨案自首了吗 不知道 导演拍得太隐晦了 我一直在想 那个记忆中心的护士 她身上也有故事 可能是故意把记忆芯片弄错的 唐贝 是太吓人了 看了好几场烂片 这个总算只会票价了 还以为她演戏肯定挖垮 没想到挺还原的 嗯 她的台词有点厉害 律师宣誓的那一段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啊 我现在就想回去看一遍原著 哎 琴木野那个记忆制造者 是不是要播了 想看 我不可了 我现在看到谭警官 就带入了赵狗子的脸 琴木野和他风格差太多了 我接受不了 什么垃圾电影啊 浪费了我一下午时间 还以为是本格推理 结果就这啊 国产电影没救了 还不如看那个奥冠奖的 这就是普通的商业片啊 故事讲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你要求也太高了吧 不是我要求高 是国产片太烂了 你看画面那么灰 还不如美国十几年前的 那你去看美国的吧 我就喜欢看这种 冷静点 你已经哭了一路了 不至于吧 剧情太好哭了吧 她拿掉记忆骗过大家 却败在了夏乐的正义感上 我好喜欢她唱歌的样子啊 宿死我了 家人们 我从电影院走出来 大部分都是夸的 我太骄傲了 嗯 热搜词条该准备起来了 虽然和原著还是有一定差距 但也算是可圈可点了 词条早就准备好了 电影记忆钥匙 好看 简单直接就冲这个 收到 冲 冲呀 怎么样小程 大家有夸我演的好吗 姐你饿了吗 吃点东西吧 怎么了 难道观众都在骂我 不至于那么差吧 不可能啊 无人在意 胡了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以用飞来恨祸来形容 我蹲在记忆钥匙广场 看大家的评价 不少书粉和路人 都给了五星好评 行事一片大好 可咱们的热搜四条 刚冲上去微博就爆雷了 禁足两个月 片酬三亿 好家伙 我也要破防了 你怎么也吃起挂来了 现在热搜上全是在爆料路人 骆君泽的 其他顶流跟着遭殃 记忆钥匙的热搜 就在骆君泽下面挂着 词条里全是骂成婷语的 大部分是真路人 鱼一根梦困不住 这种时候空庭 只能招来反感 我之前关注的鸭歌说电影 前几天还在夸我们 推荐粉丝去看电影 骆君泽的事一出 他就把那篇影评删掉了 难怪我们的制片总是说 一部电影的票房 百分之九十靠运气 我已经可以遇见那些 准备夸我们的视频博主 为了安抚大众的情绪 连夜改评价了 对不起 我不该背着铜哥和你说这些的 好了 别难过了 我又不是二级网 迟早会知道的 电影好不好 看过的人心里 会有公正的评价 啊 抱歉 顾总 你也来拍电影节视频 我是来他商务合作的 顺便看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急 工作期间 偶遇上司查岗怎么办 骆君泽的事 网上闹得很大 你要不联系程天宇那边 让他们出来澄清一下片酬什么的 骆君泽做错的事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 会影响票房 我倒觉得 比起其他人 你这身土的吊渣的塑料布里服 更影响票房 不是 顾总 再怎么说这条裙子 也是要提前一个月 向品牌方借的高定 您怎么能说它土呢 您看这个蝴蝶结 多么少女 都没有垂感 怎么就塑料布了呢 是这样的 咱们是新人 和那些高奢品牌的关系也一般 当届的高定 不可能优先考虑我们 顾总 衣服已经运好送过来了 我知道 所以联系了谬斯的设计师 让他卖我一个人情 小姐 请跟我来试衣间 我帮您把新裙子换上吧 不错 有了点女明星的样子 不错 会不会太招摇了 这种敏感时期 我一个十八线 穿成这样 路人员拜完了 挽救不过来了怎么办 不要试图挽救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这台裙子很适合你 顾总 你真的只是来送裙子的吗 不然呢 我以为你会来告诉我 怎样才能转败为胜 或者加油打气 安慰一下大家 既然你想听 我可以告诉你 成为女明星的第一步 不要害怕失败 不要在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让人觉得你已经失败了 时间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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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选得不错 喜欢就好 我让缪司也给你系了一条 你觉得这很有趣 记忆要是没受什么影响吧 骆君泽的是闹得不小 质量过硬 就不会被影响 有时候质量再硬 也敌不过一句运气 既然如此 助你走运 照现在的趋势 还是有点不温不活的 希望牌片不会受到影响吧 对了 记忆制造者昨天是不是开播了 是的 我看了一点剪辑 齐木爷演技确实很好 开篇剧情很刺激 脱销到位 经费燃烧 看来风品和收视都不差 其实是不差 首日播放已经破两亿 粉丝放话说要预定收拾年贯了 倒也说的过去 牧川的本子怎么拍都不会太差 新萌还在制作上下了血本 那又怎么样 反正我是不会贡献播放量的 你看他们火了还不让拿我们出来对比 捧衣采衣呢 姑娘那女人玩得太狠了 台里领导点名批评 咱们的剧推迟到九月份播不说 还从黄金档变成了午夜剧场 品牌坊那边意见很大 再不想想办法 代言迟早掉过 哎呀我早就和你说过 做事情别太贪 这次落井下石的不止一家 正面公关不会有太大的效果的 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 正面公关做不了 拉个盟友共同对付新萌 还是可以的 你是说 陈婷雨 那姐 我昨天和你谈的合作 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们要是言而无信是出了名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帮我 那姐这话说的 四大流量 咱们手里有三个 这次如果由着兴芒作威作佛 岂不是让人白捡了便宜 我相信 有些事我不说 你们也会做的 我不过是想大家行动前 互相通个气 彼此有个照样 那这不过分吧 你们伪造遗书者牧川 害我们家艺人的电影差点上不了 这笔账还没算清楚呢 那都是误会 误伤 我给你赔个不是 再向你透个底 顾念那句 我有办法让他成不了 你是认真的 凤鱼等了这么久 终于舍得出手了 正义必胜 我比方号长的帅 颜值就是正义 我准备 我第一件事 为何我还能够 我和你都学来 我一天 我没有想到 我和你都学来 你都学来 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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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来 一天 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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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你 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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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制造者正在热播 向一轩来送热土 那就让他送 不 不是一个 视频是向一轩和程天宇的角色CP 同人文写的是 总裁小贩 包养小明星阿滩 文笔很好 我差点信了 你可以联系法务 让他善吻道歉 没有用的 大家都学聪明了 造谣都用代号 所以 我不想再被动挨骂了 我打算借答谢票房过亿 开场直播 如果有人来对我 我就对回去 童哥肯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我只能来请示你了 高一同不同意 我就能同意 是顾总你说的 不要试图挽救 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反正我已经没有路人员了 索性和黑粉都到底 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老板请说 和黑粉说清楚 这是你的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小长 你过来试一下摄像头和麦 是我的眼睛问题吗 这画质也太糊了 美颜是不是开太大了 都水晶脸了 再调一下吧 这个灯有问题 左边得再放一个补光 不行 有点刺眼 我来吧 把灯罩掰下来一点就好 我昨天试过这个眉颜摄像头 有个尾素颜模式 效果很绝 最怕老板心血来潮 真不知道顾总怎么想 非得安排这么个直播 什么准备都没有 万一说错话 咱们身上这个 唯一的推广大师也要飞了 童哥别担心 我这么严谨 肯定滴水不漏 呵呵 晚上好 我是 第一次给大家做直播 心情很紧张 今天是为了答谢记忆钥匙 上亿两周时间票房破亿 所以看了这个直播 和大家聊聊天 说不定明天就两亿了呢 啊 没有催票房的意思 我知道大家 都是冲着牟川老师 和其他主演去看的 我只是一个吉祥物 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弹幕里问 我看经纪人的脸色形式 就是字面的意思 直播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开来聊天的 如果说错了话 可以骂我 不能骂公司和老板 我看经纪人的脸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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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房过十亿 我们就算砸锅卖铁也拍第二部 开玩笑的 故事停在海边就很完美了 应该不会有第二部 假的 下一题 你们也没详细问啊 感谢勤劳勇敢的赵二狗 送的宇宙飞船 行吧 既然你们都送飞船了 那我就详细说说 许导很严格的 他不会让我们用替身 不光我和程婷宇 赵老师的打戏 也是他亲自完成的 非常真材实料 好问题 其实这是一场公益带货直播 大家没想到 我最近一直在吃这款 健康魔芋果冻 口感和普通果冻差不多 但不含蔗糖 零卡路里 很多明星网红都在吃 我吃过好几个牌子的魔芋冻 口感都不如这个 特别是葡萄味和凤梨味 最重要的一点 本次直播我个人不收取任何推广费用 商家会把这次的单链销售额 全部捐赠给山区儿童爱心午餐项目 所有流程公开透明 在我们物质条件丰富 开始保持身材的今天 还有许多孩子吃不上午饭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他们 谢谢聪明的小蟹送的超级火箭 亲爱的 这个不能代替正餐 只是在你嘴馋想吃零食的时候 可以来一口 想要瘦身光吃魔芋果冻是不行的 一定要注意营养均衡 然后运动 减肥没有捷径 捷径都是骗人的 是的 拍多少捐赠多少 回职单会在第一时间 公布在官方微博上 大家按需购买就好 凡事先问有没有 再问为什么 爸总文早就不流行了 建议你们下次写文换个个 我的脸天生是僵的 幼儿园就吓哭过小朋友 因为这个问题 我看过不少医生 这是我的病例 突发性面部神经失调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谈 我没有想欺骗谁 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控制表情 但只要进入戏里和角色共情 就不会有问题 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怪病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嘲笑的 我一直积极治疗 确保演戏的时候不发作 如果各位不信 可以买张电影票验证一下 我数三二一 我关美颜 你们把绝美生图四个字 打在公屏上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铺没铺 但老板最近心情很不错 难道他在骗我 好了 经纪人在哭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弹幕臭十个粉丝送一箱魔语果冻 骂过我的不错 说好的看我脸色形式呢 我的脸都变色成七彩虹了 你倒是看一眼啊 我只是这么一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什么脾气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的 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想过 大不了再被骂一轮 不过没关系 不管我做什么 黑粉总能找到角度来嘛 不如先爽了再说 好啊 我看出来了 你和顾董商量好了 搁着闹呢 平台的大字报刚发出来 记忆制造者军级点拨全战第一 已经开始自称现象级暴剧了 是吗 虽然说电视剧和电影没有可比性 但顾念这次的确做得不错 我的心忙还有股份 希望别的太惨 顾总的意思是 要是和风雨在联手作剧 她惹上大麻烦了 什么意思 下架整改 全网进拨 是的 目前只拨到三十二集 平台那边已经紧急下架了 为什么 凭什么 似乎是有人举报剧情血腥暴力 三观不正 这是刑侦片 当然会有犯罪情结 原则本来就 算了 具体怎么整改 什么时候可以复播 上面有通知吗 看通知 应该是没可能复播了 顾总那边怎么说 这件事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资源 她还在和平台沟通 我本来还打算闲下来把那个剧看一遍的 没想到一下子就没了 你这个人就没劲了啊 怎么还想着看敌人的作品 我就是想知道 她们把谢安童的单元派成什么样了 怎么她的案子一起 就引起了这么大反响 既然这样 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记忆制造者谢安童案子的结局 这不是已经下架了吗 童哥你从哪里帮来的 我自然有我的渠道 怎么说呢 整个单元都是以犯罪者的视角拍的 代入感太强了 给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有点叫做犯罪 还把谢安童塑造成了一个天才 引导大家去崇拜她 这太过了 牧川老师的援助并不是这个意思 就因为谢安童这个开放式的套娃结局 剧粉一直在鼓吹编剧好棒 好深度 我看不懂 但我大为震撼 活该 难怪不敢上兴 可惜了这幅画道 空有外壳 毫无散观 你在干什么 顾总 我们在看净品视频 知己知彼 百战不带吗 大半夜的 不要在公司聚种群化 啊 我想起来 我明天早上约了健身教练 就不打扰顾总加班了 我还以为我的电话会打不进去 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 我也想听听钱总裁有何高见 我倒是可以猜到 县总裁的想法 事已至此 你仍然觉得这部剧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 只是发生了不可控的意外 难道不是 说不定这个意外 也有你的参与 这部空有外壳 毫无三观的剧 立项出息我也注了字 你有这种疑虑 可以在明天的问责会上提出来 顾总从前十几亿砸下去建影视城 眼睛都不眨一下 怎么忽然格局变小了 盯着我这一个去 亏了点小钱 还要亲自来问责 听说你打算动影视城里几块地了 要拿来建商品房 怎么 你有兴趣投资 房地产水很深 你最好不要轻易涉足 顾总 下午的会议提前了 仲总监身体不舒服 临时告了假 挺会挑时间啊 打电话告诉他 让他留在外地不用回来了 草莓卫视的中导来了电话 说之前录的记忆制造者专场不能播出 方浩的木唐纯广告也要撤掉 意料之中 他打算拿什么铁 我们最近下架车档风波很大 记忆钥匙接着热度做了一部宣传 排片率比之前高了十几个点 哦 中导打算请程婷宇和作家宾 把记忆制造者主题的创意 直接薅过去用 清山客那几个剧有动静了吗 国庆节之前都定不了档 清山客剪掉了一些问题镜头 平台那边还想再看看 顺便压架 顺便压架 让陆飞宇抓紧时间山改 下周我要看到成片 下周我要看到成片 上周要看到成片 山客的草万物 是差不多 又有空间 下周要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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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在家吗 怎么 童哥你要搞突袭啊 我说不吃夜宵就不吃夜宵 不会骗你的 我才懒得管你呢 小程说你家衣柜满了 衣服丢得到处都是 我约了师傅给你上门送衣柜 顺便告诉你一个喜讯 最近喜讯太多了 能让你这么高兴的 对方肯定给的不少 你这人也太没劲了 只是钱给的多 我用得着专门订一个衣柜来庆祝吗 我告诉你 你撞大运了 谬斯把你列为品牌自由考察对象 因为你穿着谬斯的私人定制 出席了电影节 他们的设计师很欣赏你 希望你能穿他们的新品 拍一期杂志封面 谬斯会派本部的摄影师 来提前敲定拍摄方案 如果印象呈现的效果好 后续的合作肯定少不了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乐傻了 是 谢谢佟哥 我真没想到 为什么有丝 我也没想到 这得谢谢你自己 对了 考虑到和你同期的上升期女明星有很多 咱们得在辨识度上 下点功夫了 我给你找了个专业的造型团队 以后你出去活动 会有专门的造型师 负责形象设计 明天我把Nari带过去 和你认识一下 好的 我明天一天都在家看剧本 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常驻综艺 我也在留意着 如果当期合适 就签了吧 能在梦境生活这种大台综艺刷脸 当然是好的 只是 我怕你的日程排得太满 耽误演戏 你要怪我压榨你了 不会的 我不是那种空谈理想的人 童哥放心 我肯定尽早给你赚够娶媳妇的钱 说话算话 那就指望你了 什么事 顾总是在开会吗 没有 我在机场 怎么 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 不知道童哥和你说了没 妙思主动来联系我拍杂志封面了 谢谢顾总那天送的裙子 这份礼物很贵重 我是你老板 自然知道你适合什么 我知道 顾总专程来后台找我 并不只是为了给我一条裙子 如果不是你提醒我 以我那天的精神状态 很有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所以 还是要谢谢你 这没什么 你只是经历的太少了 如果你真要谢我 就在杂志那好好表现吧 不是说三点开始拍吗 怎么装都化完了 又没有死那边还没把衣服送过来 不好意思啊 咱们要拍的那几套成衣 都是还未上市的新款 设计师昨天才打完样 可能临时出了点问题 需要等一等 可是一共五套衣服 不会每件都是赶工的吧 哪套没有问题 咱们可以先拍啊 非常抱歉 我已经发消息催过他们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还拍不拍了 送衣服的同事已经到停车场了 估计还要两分钟 各位老师久等了 公司里出了点事 实在抱歉 你好 我是谬斯的签约摄影师 Cherry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合作愉快 这和之前发过来的设计图不一样 是这样的 我们的设计师原本希望 这位小姐穿着她的作品 拍摄这期封面 但就在刚刚 江雪小姐来公司借衣服 运营经理见到了江小姐本人 觉得她更适合那一系列的成语主题 至于你 我们的封面合作还会继续推进 只是内容有了一些变化 这意思 是我的品牌挚友 要被江雪截胡了 先拍哪一套 我去换衣服 姐姐太欺负人了 说什么选大爷人只看格调 还不是因为江雪人红流量大 很正常 成衣部门追求利润 难免会失利润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的 我还以为你会撂衣服走人呢 生气有什么用 妙思的钱已经打到账上了 甲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谢谢各位老师的配合 今天的拍摄结束了 老师们辛苦了 总算完事了 天都黑了 我们去换衣服吧 小姐 请留步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兰池亚洲大局的执行总裁 张宏 你好 我是应邀来拍摄封面的 想必您有索尔文 蓝池是缪斯集团旗下 针对年轻女性开发的成衣品牌 是奢侈品市场的新贵 你别误会 我们和缪斯成衣是完全不同的生产线 拥有独立的运营权 明白 张总有何见见 实不相瞒 我看过你的电影和直播 很欣赏你的工作态度 听说你今天有拍摄 就忍不住过来看看 好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你是个有任性 有张力 有态度的好演员 很符合蓝池的品牌理念 张总过誉了 所以您这是 想和我谈合作 是的 我看人一向准 想趁着你 还没冲上阴线 先签下两年代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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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